比方說輝瑞疫苗它必須要-70度 對-70度這個挑戰確實蠻大的 中文貴的這個溫度控制沒有辦法到-70度 它大概就是-8度頂多就是-20度 結尾要不要再錄一次 可以啊 一定要再講法道 嗨我是喳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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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喳應該是我們真的所有的飛機和航空迷都會知道的人 因為他常常會在他臉書或是那個鐵鳥分享 在當行情人的一些工作那樣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會選巧補來當你的頭像 讓大家都不知道你本來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很喜歡分享民航知識 我就是想要用很淺顯易懂的方式 把這個民航知識從小乍根 從8歲到80歲都可以懂這個民航知識 欸可是如果現在小朋友喜歡配配珠 你要改配配珠嗎 不行不行 柴五哥是行情人 他有一個讓我非常非常羨慕的經驗 就是他有踩過747的沙塵 就是這個飛機呢 我們在他沒有任務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拖回廠區 或者拖到過夜機品 基本上是行情負責拖飛機 但是修護是負責在駕駛艙裡面監控所有飛機的狀態 但是有一些外籍的航空公司 他可能會把這個工作委託給行情公司來做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去做這個工作 叫做其實叫break rider 就是在駕駛艙裡監控有沒有任何異常的事情 然後有異常狀況的話 我們就要即時的做處置 比方說在飛機拖行的過程中 拖桿如果有斷掉異常的話 我們就要趕快把飛機停下來 然後障礙機的安全 這個也是要受虛 所以這個在台灣的大部分都是給幾乎大部分做 幾乎都是 所以你那時候踩的七十七是外籍的啊 外籍的 很多人都會想要問說 為什麼好像是我在桃園機場 才需要checking完的時候 還要在你們等看X光機啊 旅客的行李呢 過X光以後 發現裡面有行動電源或者打火機等為禁物品的時候 這個我們術語叫做漏茶 表示這個行李裡面有東西 必須要再打開做二次檢查開箱 後續會有很多比較麻煩的事情要特殊處理 要把這個旅客趕快找回櫃台 或者是請他簽授權書開箱檢查 但是在國外的話 這個動作可能是在地下室進行案件 在行李處理上進行案件 比方美國它會有TSA的安全能源 就是直接用我們所謂的TSA的外觀索 直接開箱檢查 那其實都不是好的事情 就是最好就是在拖運行李之前 一定要確實檢查就是 行李裡面有沒有不該有的衛星 衛精品 像你們也要聽這個事情 裝卸行李嘛 那你們那個重量是怎麼撐 我們航空公司的空櫃啊 它會有一個空櫃重 對 比方這個空櫃它是90公斤好了 再把行李的重量加進去 那一件行李我們 比方說拖運行李是20公斤 那如果有40件的話 它就是800公斤 這個櫃子就是890公斤 對 但這是電腦系統去分配的 就是在check-in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些重量的數據 那秤的部分是 貨運站的貨物它會過榜層 每一票貨物都會過榜層 這些重量對於載重平衡 可能都是很重要的數據 那它會到一個 航空公司叫載重平衡的一個中心 可能是裝載管制部 或者我們航空業叫做CLC 這個CLC這個單位去做載重平衡 那這個單位它就是 收集了這個旅客check-in的資料 行李的重量 然後還有貨運部門 貨運的重量 包括它今天有多少盤櫃 那另外還有flyplane裡面 今天要加多少油量 那個燃油的重量 也是在裝載平衡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在機下做裝卸載的同仁 它就是根據這個裝載標 叫做LIR Loading Instruction Report 去做這個裝載的工作 那不能有任何物資 因為每個盤櫃的重量都不一樣 如果你裝在不同的載位的話 雖然是可以裝 但是它的載重平衡可能就跑掉了 然後這個飛機就會有非常安全的一個考量 好最後我們來聊一下 大家最感興趣的現在最期待的就是疫苗的運送 主要這個挑戰性就在於 比方說輝瑞疫苗它必須要-70度 對-70度這個挑戰確實蠻大的 在國際間有一些專門做這個包裝箱的公司 它有設計這個疫苗的包裝箱 其實它維持冷度是靠乾冰 所以它單箱的乾冰重量可能就放到20公斤 我們平常在送這些海鮮貨物啊 使用冷凍櫃送 但是冷凍櫃的這個溫度控制呢 沒有辦法到-70度 它大概就是-8度 頂多就是-20度 喔真的 對它沒有辦法到-70度 所以不能設計一個-70度的冰櫃 你要考慮這個壓縮機的電從哪裡來 那其實乾冰在空運危險品分類來講 它是第九類危險品 有時候國外的開Party的時候 他們會拿乾冰丟在游泳池裡面製造的煙霧效果 對-但是就國外發生的案例就是 丟太多乾冰了 結果有些人就二氧化碳吸太多 對造成缺氧的問題 對-所以這就是技術性的問題 這架飛機要載多少的乾冰 它是有一個數量的限制 當然都要經過有關單位的赫客 所以才會有這個冷鏈認證的這個問題 整個運送流程都必須要讓這個硬老是在一個低溫環境中 對-這個流程你必須要取得認證 對-如果大家對行情熱的工作還有其他問題也可以留言 他心情好的時候就會回 如果心情好我已經常在回好不好 有啦他真的很熱心 對我要把民航教育造福普羅大眾 謝謝翔吳哥來 下次再約 掰掰 其實我們在飛機的肚子底下 因為其實其實還是太吵 吵到我無法接受 所以我們面對面講話聽不到 因為太吵了 所以我們都用比手語 飛機要推哪邊 我們就會說 Long push Nose 朝這邊 Nose朝這邊 噢 就是退休在回答 對就是退休在回答 退休在回答 對你退休在回答 那還有20年 你記得你退休的第一年 你就跑在這邊 放到 你就會來有沒有放到 你就會有女生哥一起來 這樣有了 他專業的 專業的講話我們就要 我們就讓他跪著看 我都跪在說 你還是要看嗎 你結尾要不要再錄一次 可以啊 可以啊 不要再講放到 好 這樣吧 還是要考慮把 臉遮住 開玩笑 開玩笑 開玩笑